世界上有着形色各异的爬行动物 其中,变色龙鹰期超凡的变色能力成为了其中的明星 但只有它们拥有变色这一绝迹吗? 事实上,许多蜥蜴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改变体色 比如,我国的龙蜥就可以通过调节自己身体的颜色深浅 来改变吸收热量的效率 或者在丛林中隐藏自己不被捕食者发现 在繁殖季节,雄性的非激烈蜥身上的绿色也会变得更深 看起来对比度更高 再配合点头的动作,可以更容易引起雌性的注意 远在美洲的安乐蜥则会变得更加鲜艳 同时也会通过喉扇上的斑纹来展现自己的雄风 这一点,亚洲的一些蜥也会如此 除了保护自己和吸引配偶爱 体色的变化还可以反映它们的情绪和健康状态 甚至是同种之间的交流信号 变色龙可以通过花色的变化和遇到的同类交流信息 有趣的是,同一种变色龙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花色 这就形成了它们独特的方言 比如七彩变色龙 如果两个来自相隔遥远的产地见面的话 它们就很有可能无法通过变色来察觉对方到底说了什么 就像我们各地的方言那样,各具特色 它们眼中的世界也与人类不同 在许多蜥蜴的眼睛中多了一种可以看到紫外光的石锥细胞 所以它们可以像鸟类那样敏锐地看到很多人类看不见的色彩 帮助蜥蜴感受世界的不仅有特殊的双目视觉系统 不少蜥蜴还有着第三只眼 它往往表现为蜥蜴头上的一个小点 这个小点叫做顶眼 顶眼具备与眼睛相似的结构,却没有视觉能力 但它可以帮助蜥蜴感受光线 从而躲避来自上方的天敌 当然对于蜥蜴的视觉还有太多的未知 每一种未知都包含着它们独特的演化信息 这些小生命也在生态环境中有着专属的位置 和其他物种一同维系着生态平衡 但随着人类的不断扩张 无疑为它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希望随着人们的不断了解和保护意识的增强 让这些多彩善变的生灵不止活在时代的记忆里 而是与我们的子孙后代长久陪伴